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传道书二章十七至二十六节 因此我厌护人生 太阳底下发生的一切都让人烦恼 一切都毫无意义 如同暴风 我开始厌护自己在世所有的新努工作 因我所赚的一切都要留给后人 谁知道他们是聪慧还是愚蠢呢? 他们要掌管我所得的一切 就是我在太阳底下 凭记能和新努工作所得的 这实在毫无意义 我绝望之极 怀疑自己在世新努工作的价值 有些人凭知识和技能 精明地工作 却不得不把自己努力的成果 留给未曾付出新努的人 这也是没意义的 是一场巨大的悲剧 人们一生中所有的新努和忧虑 又能使他们得到什么呢? 他们新努的日子 充满痛苦和忧伤 就事在夜里 他们的心也不得安宁 但罪人即使变得富佑 上帝也要把财富拿走 似给他喜悦的人 这也是毫无意义的 如同暴风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新努与享福 传道者在第二章的上半部分 论证享乐是无意义的 既然这样 那么努力工作应该有意义啦 但是传道者发现 这样也是无意义的 因为工作是重担 不过带给人压力和忧虑 不单止这样 最让传道者觉得不值得的 是费尽心力创造的事业 最后还是要留给后人 而这个后继的人 如何发挥 已经作古的人 尸毫不能影响 传道者发现人 辛苦牢独一场 最终什么都得不到 这段说话 提醒那些投注 全副心力转型的人 他们以为人生的意义在于成功 但是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 不单止自己没有办法 永远享受成功之乐 还要将成果留给无功之忍 因此 传道者提出他的第一次 喜乐人生建言 他劝戒人 不要思想在新牢之后 从工作成就里面尋找快乐 这是会让人失望的 美好的人生 就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 就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 例如每日三餐 一个常常喜乐 不需要倚靠享乐和成功 就能够快乐的人 才是有福的 因为他的喜乐 不倚靠任何事物 是不受影响 不怕被拿走 也都不会消失的 这段经文 对我们的工作 或者做事的心态 有什么提醒呢? 多谢你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